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看看留言吧 好 來第一個留言 大雄維多利亞的秘密 這個不確定是大雄還是維多利亞 就聽得好像又美又可愛 對對對 但是他那有一個秘密 一個基督教信仰的節目 裝胸風格像紅燈區一樣 可悲妄惡 我們希望可以嚴肅乾淨起來 還有女人戴頭巾其實是保羅在新約裡 反覆強調的 希望你們可以嚴肅起來 聽到沒有 中間可以去戴頭巾 我要戴頭巾嗎 我覺得我戴頭巾可能就有一種情況 你知道啥嗎 沒洗頭 沒洗頭我就會選擇去洗頭 我戴頭巾幹嘛 謝謝你的建議 裝修風格跟紅燈區一樣 可悲妄惡 你知道紅燈區長什麼樣 我沒去過紅燈區 所以一般去過的人 或者看過的人 大概才會知道紅燈區長什麼 這個朋友不要再看A片 求你 你不要看完A片 然後再來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就說我們的節目 跟紅燈區一樣 我們都不知道紅燈區長什麼樣 只有你知道 不過你知道紅燈區的由來嗎 就是荷蘭那個時候 他們這個妓女 專門調妓子這個地方 有一個區 然後他們都掛紅色的燈籠 然後還有一個紅色的那個燈 所以說那個地方就叫紅燈區 然後這個習俗就是 到了所有的界的大城市 所以說有這個妓女的地方 就叫做紅燈區 所以一眼望過去那個街區 全部都是紅紅的 所以叫做紅燈區 所以這個朋友你說這個女人帶頭巾 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要說去中東國家 你可能會比較舒服 因為所有的女人不光戴頭巾 從頭到尾只有一雙眼睛露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看起來 會更加的美觀 對對對 如果要是這個按照你說是 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那我希望你可以把女人戴頭巾 這個事情 從自己的身邊就貫徹起來 你可以到這個挨家挨戶 挨個教堂 先從女牧師下手 一人買一條圍巾 就給她圍起來 必須女人開始戴圍巾 然後所有教會裡的同工 直士女的全部都給戴下來 從自己家人做起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有號召力的一個行為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嚴肅起來 其實我自己認為我是個刻意打扮年輕 但是我其實還蠻嚴肅的 刻意打扮年輕 你終於承認你是刻意打扮年輕了 所以說這個 我們希望就是這個節目 跟一般的基督教頻道是不太一樣 我們希望是稍微可以活潑一點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在真理上面活潑 我們遇到真理 然後遇到我們該做的事情 遇到聖經的事情 然後遇到正義的事情 還有不正義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非常嚴肅的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節目 是一個可以比較開心一點的 對,所以你就說可以活活起來 我們在生活中都是很開心的人了 我發現好像就是我們 評論區是有一些觀眾 不太喜歡看到別人開心 就比如說很多人看到我說 我前面看看留言吧 怎麼怎麼樣 其實那是我一種開心的表現 那如果你要是不喜歡看我那麼開心 我某一天也可以哭給你看 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是他們是 不喜歡看年輕人開心 然後不喜歡看年輕人開玩笑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清楚 你看像Paul以前講話也是啊 Paul以前講話說 布袋戲 那他也是,這是他的一個 風格嘛 對,那我們的風格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什麼 這個紅燈區這個樣子 但是其實就是一塊綠色的布而已 那我們的經費還沒有到可以有任何的狀況 裝修 對,所以說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嚴肅的 特別是到該演出的時候 一定要嚴肅起來 平時生活中有點情緒 有點樂趣 我覺得這也是給周圍的人一個bonus吧 如果我每天臉拉像長白山一樣 這也不會太高興 告訴你啊 左派 AOC 拜登 你這樣比較適合去精神病院了 好了,我們來看下一個朋友 這個提摩泰 蔡 他跟我們留言 他說 有一天福奇也會成為替罪羊 想到這裡啊 他真是可憐又可恨 歇斯底里人本主義什麼都缺 就是不缺謊言 借口和可以隨時犧牲掉的紀錄 其實這個事情聽起來啊 讓人感覺有點毛骨悚然 但是這個的確是非常清楚的真相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沒錯 那Dr. Fauci呢 他現在做了各式各樣的決定 然後造成了各式各樣的人的生活的不變 而且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的紀錄說 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代表科學 我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說他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被記錄下來 然後到時候左派真的奪權成功的話 他就會被拿起來批鬥 所有的共產主義政權 所有的極權主義政權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Rossier 他的全部東西 全部都是他自己寫下來的 然後什麼樣的人叫做反叛分子 什麼樣叫做社會的敵人 什麼樣的叫做低等人 然後什麼樣的人 就是可以被攻擊 這個樣子 他的東西全部都寫下來的 之後法國大革命到了一個高潮的時候 他就被抓出來批鬥 就說你為什麼這樣子寫 你這個樣子寫是不是為了批鬥他 然後怎樣怎樣 你是不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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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被抓起來弄 那你不用看法國大革命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斯達林的先行者這些也都是這個樣子 所有的共產主義的這個推行者 他們到最後其實很大一部分 全部都會被批鬥 你想想看周恩來也被批鬥過 朱德也被批鬥過 四人幫江青 以前都是推動文化大革命 都是這些推手 都是為了這個不產階級革命的這個東西 那這些人最後都會被抓起來批鬥 所以說如果說 左派真的奪權成功 然後到時候真的可以實行這個樣子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中央極權政府的話 Dr. Feltze絕對會被拿出來批鬥 而且會被批鬥得非常慘 是啊這個真的是還讓人蠻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不光說我們現在認為的說這些壞人 這些左派像什麼Dr. Feltze 然後像什麼Krumel 那两个兄弟 然后还有什么拜登 贺锦丽等等等等 这些人 其实我是希望他们有得救的机会了 如果他们可以浪质回头的话 因为我真的不愿意看到 就是说你认为再坏的人 你也不愿意看到他下到地狱里面 他被恶魔掌控 其实真的是蛮可怜的 所以还是要为这些人 迫切的去祷告了 希望他们可以在 这个死之前抓住耶稣基督 对 我觉得他最后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是随时都可以牺牲掉的记忆 对这个就是左派的真相 你现在看到很多左派这些activists BLM、MTIFA这些东西 他们现在出去打砸墙 然后闹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现在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BLM不报就是不报 MTIFA不报就是不报 因为他觉得选举已经结束了 没有用啊 对 所以说左派的activists 会变成牺牲品 然后我们是要帮他们祷告的 因为他们某层面上面 一个又被骗 然后呢 之后又很有可能被害了 所以说请帮他们这些人祷告 帮你的敌人祷告 耶和华会祝福你 对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其实这是啥 这是俩 双魔胎 OK 我那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内斗削弱自己的力量 给敌人剔刀子 凯尔说的是他支持BLM和平争取权益 而反对他们的暴力 请你们把他整句话听完 如果只针对他半句话而妄加评论 这叫断章取义 下面就有个朋友针对他这个留言就回复了 上面那个朋友呢叫JB 下面这个朋友呢叫PC 我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取得这么搭档啊 下面这个朋友他说 很明显主持人并不明白BLM运动的含义 BLM字面上意思不只是黑人的命 也是命那么简单 你仔细去看他们的纲领 几乎涵盖的极左派所有政治主张 如反基督教 反传统 反家庭 支持女权 支持LGBTQ 等等 我来针对这个PC这个朋友 他说很明显主持人并不明白 BLM运动的含义 很明显你根本就没看过我们的节目 我们之前做过非常多关于BLM 你提到的我们全部都有说过 你说这个极左派的政治主张也好 反基督教 反传统 反家庭 支持女权 LGBTQ 我们全部都有讲过 我们并没有觉得说BLM的运动 就是字面上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 如果我们要这么认为的话 我们还做啥节目 回家洗洗睡泽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要了解我们讲过这些东西 把我们视频往前面翻 在几个月以前或者今年初的大概那个时候 就是福洛伊德最猖狂的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全部都有讲过 欢迎你去了解 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内斗 然后削弱自己的力量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内斗的一个素项 我们只是讲出自己的看法怎么叫内斗 对 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只要我们说的东西跟你的说法不同 这就叫内斗的话 对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这是一个病态的一个想法 你为什么要要求所有的人跟你想法一模一样呢 而且 Kyle Rittenhouse他的确是说他支持BLM的movement 对不对 他是他自己讲的 然后 等一下你说整句话听完整个采访我们都看了 对 他整个里面有说到BLM有和平示威的这个东西吗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BLM有和平示威过吗 有啦有啦 Arcadia Arcadia Mall那一次有BLM和平示威过 就几个人好像三十几个人 然后在那边 Black lives matter 有海了海了 我有去稍微看到一下 我特别去看 然后就发现好像没什么好看的 哎呦是啦你还会去看一下 因为我想说会发生什么事嘛 因为离得很近 对然后我想说去看一下 然后结果就没有 就和平啊 那你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BLM的纲领就跟这个人说的一样 他们自己的那个领导人出来说 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是要瓦解家庭 我们就是要进行共产主义的务托邦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 那 那Kyle Rittenhouse支持他的BLM和平争取的权益是什么 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权益吗 你觉得Kyle Rittenhouse支持的是这个吗 如果说他支持的不是这个的话 那他就是反对BLM才对 那如果他是支持这个的话 他那天就不会带着枪 然后呢跟他的一群朋友在那个地方保护那个区域 再说啦 Kyle Rittenhouse的行为 我不是说他做的不好或是怎样 但是绝对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下 就跟我在影片里说的一样 如果今天不是这么多摄影机拍着他的话 他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有非常的正人说他杀了人 然后呢他是没有任何反击的预定的 就是因为刚刚好有这么多的camera在拍着他的时候 他可以证明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么多camera在拍 你就用那些人嘴说他一定经老里了 对他做事的方式是非常非常莽撞的 如果今天发生的一件事 你去问任何special force 或者是任何海军陆战队的人 他们做事都是两个人一起的 你clear每一个room的时候 你都是要两个人一起行动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保护你 在你看到你没有看到的死交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当时的证人 如果你做坏事的话他要testify 如果说你没做坏事的话他要帮你testify 所以说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他没有想到的 然后他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会发生这么大会有这么长的审判 然后会出这样子的事情 基本上跟他的莽撞的行为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他当时就是一个冲冠了头的一个 年轻人 然后他去那个地方觉得说我要帮这个community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插东西啊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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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保护我自己 然后我就可以拿着枪 然后我到处走来走去 然后我要保护这个社区 我要保护这个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安全考虑进去 他的所有的行动是不符合任何tactical advantage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只因为他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跟林古德怎样我们就完全不能批评他 因为他的确不是一个完人 那我们那天的影片里面 最主要也是在讲说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不管是Lingwood 还是Kyle Rittenhouse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然后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接受批评 然后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说他们不完美 然后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是这个 跟你多支持Lingwood 然后多支持Kyle Rittenhouse 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到的 说有很多人是不能被批评的 尤其是你不能批评Lingwood 在这儿Lingwood的支持者就会跑来骂你 然后你不能批评Kyle Rittenhouse 因为Kyle Rittenhouse的支持者就会来骂你 他们的支持者会认为这些人完全就是对的 他们不会做错事 他们也不能接受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反驳 我觉得所有的观点都有讨论的空间 除非说你违背了真理 这个东西不谈 就是你在不违背真理的基础之上 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讨论的 而且我相信所有人的观点跟看法 都是随时在变化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直维持一个观点从头到尾 很少的 你说像这些人你了解吗 我了解吗 大家都没有那么了解 他是你家旁边住的人吗 你每天早上溜狗碰到他吗 没有啊 你只是看到说他在网上发一发 然后就说他就是好人 他不可能做坏事 他爱主 对你们敢说Lingwood 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 凭什么批判人家的什么信仰什么的 我没有批判他们的信仰 我说的意思是不能因为Lingwood 天天说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样 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认为他是好人 这两个中间不能得出一个直接的结果 耶稣都是这样讲的 圣经都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冒犯到你 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每天讲耶稣 所以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OK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英国关系是这样的 中间是不等号 所以我的意思是 Lingwood Maybe 他当然是可以被怀疑的 他有可能是好人 有可能是坏人 有可能是假冒伪善人 等等等等 不知道 但是我根据他对那两个选举做出来的事情 我对他是非常保有怀疑的态度 当然那天在节目里面也讲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你当然要尊重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我怀疑Lingwood的这个东西不触犯真理 这个是我对他的看法 你不能要求我跟你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跟左派就没区别 左派打的就是这个套路啊 没错 就是说你要完全服从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是真理 他们是science 那你的看法就是说 你一定要完全听我的 不然的话 你就是反对右派 你就不是 你就是假保守派 你就是rhino 就是各式各样 就是专门帮别人贴标签的 对 真正伤害我们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心态 我们伤害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心态 我们没有办法再讨论 我们没办法有一个正常沟通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讲述说 我对这个看法到底是什么 一提火了 那你怎么弄啊 对 你想想看你现在出来说 主持人怎样 完全不懂什么什么什么 你跟中国大陆的那些fact chat公司 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如果说要尊重言论自由 然后尊重彼此的看法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机制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可以必须有我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开一个频道 把我们凑骂一顿 那我 无所谓啊 我觉得大家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都跟你的看法一样 所以这个皇上他说 为什么要在这里内斗削弱自己的力量 给敌人递刀子 给敌人递刀子的 这个动作是谁做的 就是你在右派 保守派的群体里面 你在做着左派的事情 这个叫给敌人递刀子 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保守派的人士 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 你尊重宪法的话 你应该尊重言论自由 而不是逼着所有人的跟你想法是一模一样 不是逼着所有这些什么自媒体的主持人 都跟你说的一样 要不是跟你说不一样 你就在下面把人臭骂一顿 然后说人是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行为才叫给敌人递刀子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我们不要再去相信阴谋论这些东西 不管是Lingwood 还是Sindy Powell 还是Mike Flynn这些东西 还是你们常常听到什么 朱妹、小明这些人 他们讲出来的东西 才真的几乎没有一次是真的 结果相信他们的人一堆 他底下还有一堆基督徒在那边阿门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很不OK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说你分辨善恶的能力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点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朱妹每次在什么 那个节目里面讲到什么 灵性圈、外星人等等的 我这个灵啊什么什么的 下面一堆基督徒下面阿门 我看了真的觉得可笑 然后我就想说 原来连分辨邪教的能力都没有 那你就更难谈得了说什么 左派跟右派的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邪教的东西你都当成神来经脉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不OK的一件事情 我们只能分属于耶稣的跟不属于耶稣的 那么如果说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的话 那你在这边分什么左派跟右派 你这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就是左派 OK 不相信我的 你就是这样这样 我们一定要相信Q 我记得那Q那时候闹最大之后 你一直在那你那个频道 相信Q 相信Q就对了 相信Q就对了 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保守派 和基督徒的群体 如果要是陷入到这样一个情和里面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你要是接受不了任何别人的想法跟看法 那违背真理的我们不讨论了 对吧 你说什么堕胎不堕胎 那你当然是要坚定的站着你自己的立场 但是在真理之上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当然可以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需要我们大家尊重每一个人的这种东西 这样的话你才不能往左派的那个方面偏 不然的话你这就是右派里面藏着左派 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 一直指证别人是Rhyno 但其实自己坐着根本就不是右派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且没有意识到我觉得自己很正义 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省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 还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环节 就是由我们神奇传播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好看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佛丽莎 我是佛丽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有一天在一个小镇的理发厅里 哎老板 您是做哪个行业的 做厨师 哦 做厨师啊 嘿 真巧 我们都是服务业 对呀 你用剪刀 我用菜刀 嘿嘿 您在看什么杂志呢 哦 基督徒见证的好消息月刊 嘿 我真搞不懂 为什么还有人信上帝 我认为啊 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凡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好 不用信什么上帝 过了二十分钟 理好了 好嘞 您看看 还满意吗 OK啊 谢谢 多少钱 五十 您等一下 我去柜台找钱给你 当理发师走向柜台准备找钱 此时又进来了另一位客人 欢迎光临 先请坐 原本那位刚理完发的厨师 却主动地接待刚进来的客人 安排他坐下 并为他围好了理发部 很快的那位厨师也拿起了刀 准备帮新来的客人理发 哎 先生 你要干什么 你又不会 哎 你不是说人最重要的是尽自己的力量 凡事只要尽力就好 我虽然不会 我现在尽力为他来捡 不就好了吗 我是手 Dud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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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